不用在乎后面的这个 不用在意它 今天的这个口红颜色非常好看 是后面这个直男送给我的 是这个Dior的808 这颜色就是非常温柔的一个春天涂的颜色 最近呢戴这个牙套呢 感觉呢是稍微的 有一点点的进展效果 但是呢这个效果不是说很明显 我又跟医生联系了 然后4月30号的时候要上去奥克兰 他要给我看一下 然后可能会给我接下来那些牙套吧 然后那天的时候会录一个全天的Vlog 挑战一下录一下全天的Vlog 在大城市里面就有相机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 还是1月份的视频存货 当时我妈妈来 然后我们就去了新西兰的 应该是吧南岛最南端 就叫做布拉夫的城市 今天过来抓鲍鱼 请问有信心吗 樱桃killer 樱桃killer不是鲍鱼killer 等一下去这个 产品吃一下饭 然后等到它这个潮水渐渐的退去 就我们去转包里 下海去抓鲍鱼了 现在目前的体感温度10几度 还是估计没有温度 我们今天能不能抓到合格的鲍鱼呢 不太好说呀 因为必须要抓够128毫米的大小指径 才可以带走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今天能抓到一个鲍鱼 就不错 现在在布拉夫的这个最南部 然后走这个小步道 大鲍鱼要抓鲍鱼 抓鲍鱼 因为那边的原始更好下去一点 而且去的人数比较少 这样就会更容易发现一些大的鲍鱼群 赵大哥他们下去了 不知道海有不OK呀 赵大哥在这里 在寻找鲍鱼 看不到没有鲍鱼 教室并没有完全的漏出来 鲍鱼不太好找 看换了一身装备 浴袍 被一个浪打 有可罗鲍鱼了 这全是这么大脸的 贴在烟线上边 找不到他们的爸爸妈妈野奶 爸爸妈妈野奶都在下面猫子 但是时间不允许了 以为太阳已经落晒了 太凉了 等他们出来估计得等到10点11点了 那时候天都黑了 算了 搞了点海螺 他这形头已经搞实了 搞了点海螺回家 炒个辣炒海螺 缩个海螺 不能白来 由于我妈妈来的这个时候吧 我们那一天的上午是跟房屋中间有一些安排活动 所以我们要赶上潮水的最低潮的时候 每次去抓海鲜或者是抓鲍鱼这种 然后一定要看人家的潮水变化 那天我们去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上午的11点 是他海水最低潮的时候 然后另一个海水的最低潮是晚上 半夜的10点还是几点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刚好我们的朋友 从奥克兰下来带着他的父母 因为他们是山东危海人 危海人 就在海边长大的嘛 然后赶海是他们的墙项 海水下面的礁石全部都漏出来 然后那些鲍鱼就全部趴在那些礁石上面 而且我们换了个地点 这个地点也比较好下去 上次那个地点就属于悬崖秋冰 不懂为什么赵拉克选择这样一个地点 我是连海水的边都没有沾上 因为我不敢下去 第二次我们去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收获特别的多 我的妈呀这么大 我们上次鲍鱼失败了之后 我们这次过来抓鲍鱼 非常的成功 特别多的鲍鱼 超级多 而且大小的ok 简直收获满满 这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 我天哪 过来我看看 上次一个都没有 应该这么多 两个 一会儿要量一量尺寸合不合格 这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 今天非常成功 鲍鱼刷 我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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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要 你和我想法 你看他要飞了 你看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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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回去回去 不要去 不要去纠缠你旁边这个人 他不喜欢你 我天哪 我们今天收获颇收 颇收 今天刚好赶到退潮的时候 然后抓了特别多的黑心鲍 你说一下怎么操作 鲍鱼它会趴在岩石上面 就像这样吸得很紧 你发现它之后呢 就不要先先不要紧动它 然后瞄准它的位置 往里一插 插完之后你就可以翘起来了 翘起来就利用杠杆圆的把它翘起来 然后一翻过来 可以了 然后量一下 把下端抵住这里 然后上面 你看它是能卡住的 能卡住说明它是核size的 这个刚好 能卡住 就是尺寸是够的 要12.5毫米 这个刀呢 是在Ever Kagure的离叶区 那边免费发放 然后它会跟你说一些 注意事项什么的 每个人呢 这个核size的黑心鲍 只能每个人拿10个 10指 如果你抓到黄色的鲍鱼 每个人可以拿20指 看这个尺 它就完全这个size是ok的 如果被警察发现的话 发款是 发现就是一只250刀 所以大家还是 遵守一下 如果不合尺寸的话 对不合尺寸的话 每一只发款250刀 大家还是遵守一下 规定 然后我们今天还抓到了大章鱼 来吧 当事人被章鱼时期的当事人 结识一下 当时是这么个情报 我们现在那里就是捞暴鱼 就是正在看正在看 然后突然发现 我在左脚旁边 游过来一个像海蛇的东西 吓我一跳 我第一摆是不是海蛇 我去躲 我躲到发现 发现很多它的触角 然后它就冲我的脚 就爬了上来 然后爬上去我 那我才反映的是章鱼 然后放在旁边 然后它让我一撞 然后我们就把它找上去 看一下这个章鱼 哎呀好噁心 就感觉闹一脚 就在里面 第二天呢就是大林三十 我们就带着鲍鱼 还有海螺 搭上鱼去了朋友家 那个黑森鲍啊 需要把那个黑色 上面黑色的东西给它刷掉 处理掉 然后从壳里拿下来的时候 后面还有内脏 要把内脏去掉 是可以做刺身来吃的 但是我们尝试刺身 然后还有就是蒸过的 还是蒸的好吃一些 因为刺身来讲太硬了 太脆了 就像在吃脆骨 软骨那种东西 太难嚼了 那天我们吃的是火锅嘛 后来尝了几个刺身 也没什么味道 就是嚼着就 太硬了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刺身 去涮一下火锅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我最近也是 还挺想再去抓一回鲍鱼的 因为我发现 涮火锅尤其是麻辣火锅 还挺好吃的 而且给它抓回来之后呢 都不需要处理什么 就放在保鲜袋里 直接放到冷冻室里面冷冻 可以冻很久吃的时候再拿出来 它那个风味跟新鲜的差不了多少 第二次去抓鲍鱼的时候 看到两个从上海过来旅游的人 他们也是抓鲍鱼 但是他们完全就是 他老公 应该不是鲍鱼 我不知道 因为他朋友还是他男朋友 他老公不太清楚 就喜欢抓 就喜欢大海 然后来这旅游 就专门驱车去那个小镇 到海边去抓鲍鱼 他们真的特别的 什么装备都没有 就只有一把 水果袋 过去是从那个民宿拿的 然后就过来抓鲍鱼 你就根本都不知道 连鲍鱼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然后那天他们也是收获了 一只鲍鱼走了 心满意子的带走了 还挺有意思的 我捞个存货呢 基本上就没有了 我们今年呢 希望就是 能够再多一点的 记录一下生活吧 那就这样吧 今天这个重造的颜色 好看 太喜欢了